最近准备买游戏机的同学注意了 PS5和XBOX迎来了一波价格史低 各位记住史低绝对不会只出现一次 以后还会出现甚至更低 先说第一个 日版的XBOXXSX 目前价格是1600多点 国行原价2399 很少打折 XBOX的XSX是他的老大哥 也是日版现在是3300多点 XSX的国行原价是3899 但是一直没货 然后是PS5 我说的是PS5的日版光驱 目前价格是3000点 PS5国行光驱版 我见到过的史低价格是3500多点 但是就那么几天早就没了 然后是日版的PS5出自版 现在价格是2600多点 本来我以为促销也就是那么一两天的事 我就没做视频 可没想到已经持续好几天 我也不知道最近为什么这么多日版主机 价格也很美丽 也许是为了轻库存 也许是给今年下半年下一代 或者半代升级的主机做准备 上面提到的这四款都是日版主机 买日版主机要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 买回家后也许会存在信道的问题 我是没遇到 我有两台日版主机 一个是Switch 一个是XSS 不过信道问题也很好解决 修改路由器5G信道就可以了 如果不会 看看我之前发过的轿程 如果看了轿程还不会 直接插网线 第二个要注意的 日版主机的售后 一定要问清楚 一般都是店铺给售后 有的是半年 有的是一年 有的是一年半 这个不一定 具体问一下保修时间 以及保修的渠道 它怎么个修法 是返回日本 还是在咱们国内直接解决了 第三要注意 日版的PS5是不需要备份的 国行需要备份 虽然国行备份很简单 但是也仍然能阻止很多小白用户 所以2600块钱的PS5数字日版 还是挺有竞争力的 也是推荐购买的 毕竟价格白的呢 除了没有光驱 它和PS5光驱版是一样的 国行的PS5数字版就不推荐了 那这些东西从哪买呢 我就不报渠道了 避免广告嫌疑 其实很简单 比如说你买手机 或者笔记本电脑从哪买 这些东西就从哪买 其实从哪个渠道买 一人而异 每个人偏好不同 差别还挺大的 以我为例 我以前买苹果手机 或者苹果电脑 我只认苹果官网 但是现在我变了 我觉得百易补贴也挺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给各位参考 我们下次见